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五位律师 又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法律上的主题 今天我们谈的问题 可能多多少少跟哪一位 起码在美国生活的观众和听众 是会有一些关联的 因为它是涉及到车祸的案件 我们都说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 在美国生活不开车 在很多地方就像是没有腿一样 那么我们天天开车 即使咱们自己能够严格的去遵守交通规则 但是路况难料 然后天气难料 其他行为 其他司机的行为 更不可能就是全部都被我们都能够预测到 那么俗话说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所以我们如果天天开车 估计就是或早或晚 都可能会面临到 在车上有一些 在这个路上会有一些事故 所以今天我们几位律师 就会从事故 从事故的发生到事故现场的处理 然后再紧接着去讨论 如果在这个事故的过程之中 出现了一些财产方面的损害 车辆损害 以及司机或者是乘客受伤 然后该如何去理赔 怎么样去挑选律师 并且车祸相关的一些形式和民事方面的后果 那么我们希望今天走一个整个的流程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也希望在今后对大家 或者是不管是您是遇到了不幸遇到了车祸 或者是您的朋友向您去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希望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车祸当然是要从车祸现场开始了 那么在发生车祸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出现在一个 人烟不多车辆不多的一个乡间小道 那么更可能就是出现在车辆急驰的高速公路上 那么在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开始处理才是最安全的呢 那首先我要把这个问题丢给我们大华府地区的陈少明律师 我想先问一下陈律师 您呢会怎么样去建议您的客户 如果这个事故发生了 那么有您就是最初会 就是您认为最关键的几个建议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 陈律师 好的谢谢Vivian 就是车祸的这个发生呢 一般来说都是在你毫无准备 毫无预料的情况下 突然发生的对吧 就是说是最近最大的一个连环车祸 是在宾州的81号公路上 那我还经常开那条路 那条路上都是大卡车 本来那条 本来很多人喜欢走95 但是81号呢 可能就是说是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拥挤 但是你看这次 好像到目前报道已经有了6个人 那几十辆这个车派到一起 那在于这种突发情况的话 就是说是我把它算为两种 就是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是你没什么可做的 对吧 我们有个我们做的一个案子 这个614 特大车换 一个女的 她是中国的乘客 做一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个旅游的bus 那车很旧 然后那车翻了 这车翻了以后呢 就是说她因为这个车的这个力量特别大 那她是从这个 这个驾驶座 从驾驶座里面飞出去 飞出去以后呢 她就根本就没有 就是说从车祸发生那个时候到 她醒来之后呢 就没有任何 就是没有任何记忆 但是她醒来之后呢 两条腿都截肢了 就是说因为车那个力量很大嘛 就那个车的那个玻璃啊 或者怎么样 把她那个两只腿 就是在膝盖上全部 就是滑断 然后做了应该前前后后十几台手术 那我们也有也有案子 就是说是客户 就是说是当传就转晕了 对吧 就是那个912来把她拉走 对吧 我们也有客户 就是说是我们两年前做的案子 她坐在就是朋友的车上 这个朋友做了一个illegal的左拐 然后对面来一个车 正好转过来 当场就把她给转死了 然后呢 我在处理她这个身后的一些很多 所以的话就是说 这个美国呢 每年有各式各样车祸的案子 说起来 就是说是如果你要说 就是说是各种各样车祸的案子的话 大概今天晚 今天晚一晚上都在这讲 都都讲不完各种各样的 极其古怪的情况 可能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可能这辈子 可能没有没有遇到过的 那我把它分为两类 第一类就是说你没什么可做的 你已经就是说失去知觉 或者是那就被送到医院里面 接受救助对吧 那第二类呢 就是说是假设 就是说假设你受到的伤害不重 你的车被撞了 然后呢 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案子 一个送货的bus 然后连转了 它是一个大的18轮大卡 连转了 三辆车 因为这个也是在81号公路上 因为路上下雪 然后下雨打滑 然后刹不住 然后连转了三辆车 三辆车包括他的车 四辆车全部撞毁了 那假设就说在这种情况 你还有就是知觉 那就是说你的意识还清醒 那我觉得就是说 必备的必须要做的几件事情 就是说第一的话 就是说是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了 当然就是说生命和治疗 是最重要的对吧 就是如果你已经就是说有伤痛 比如说腿在流血或者怎么样 或者身上有伤 那你应该是打911 马上去报警 然后呢这个警车会很快来 然后呢你要去接受救治 那假设你的这个车祸不中的话 你要做这么几件事情 第一呢就是说你要马上 对就是车祸 跟车祸相关的车牌呢拍照 然后呢就是说是 这个是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车祸案子 我们做到做的车祸案子里边 有黑人 有一段案子 黑人转了以后呢 就是说是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 包括就是他的驾照的信息和保险信息 全部是假的 所以的话唯一最终能够找到这个线索 找到这个人呢 是车牌 因为车牌的话每个州都有登记 那就是说保险公司呢 也能够根据这个车牌号呢 查到基本上查到这个车的车主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是说警察来了之后的话 因为警察一般会要求互相交换信息 如果对方愿意的话 你可以让他拍你的 就是说驾照和你的保险卡 那个insurance的那个卡 那你也可以要求和那个汽车的登记信息 你也可以要求拍对方的这个驾照 和那个保险卡和汽车登记的信息 这样的话就是说是 防止呢在互相交换信息的时候呢 那名字有误 那大家也知道了 就是说开车的那个人跟车主呢 很多时候他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那至少呢就是说是 你这个车祸有了车祸的话 如果这个车是一个人 车主是另外一个人 开车是另外一个人的话 那到时候如果理赔的话 你的那个理赔的手续啊程序啊 这些可能会有所差别 那还有呢就是说是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车祸发生以后呢 如果警察来了之后 就是如果警察来了之后 警察做调查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 做一个陈述 但是呢你要非常小心 如果你觉得就是说 你自己本人做这个陈述 你说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做 就是在不做和做之间 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做 原因是很多人 就说他为了着急来 把这个情况解释清楚 他会说出很多话 而这些话呢 很可能就被保险公司 作为认定你责任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证据 比如说我都有客户说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我是刚才在接个电话 或者是对不起啊 我刚才那个微信里边 有条信息进来 我再看一下 然后这个车没有刹 刹车没有刹错 或者是说对不起啊 就是说是我那个一步走神 一步留神 我看的这个旁边的这个一个汽车 我看旁边有个汽车在超速 然后呢 我没有注意前面 所以任何这类的陈述呢 对于后面案件的这个处理呢 都会有带来一定的难度 我不是说 就是说如果有调查 我不是说你要跟警察发谎 但是呢 如果你有些 就是说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很明确是你的责任的话 这个时候我觉得 这个案件的具体的情况 你跟这个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讲 可能圆圆 由于你就急急忙忙的跟警察 或者跟对方的人承认所有的 承认你所有的责任 说对不起啊 就是是我不注意 是我不小心 我把你转了 当然我不是 我反复强调 我不是说要让你撒谎 我是说 你如果不太确定 你该怎么说的话 你当然了就说 你可以向对方如实的提供 你的个人信息 你的保险信息 然后呢 你的车的信息 然后这些是你必须要提供的 至于车 车祸的具体的情况的话 那个自然 那个保险公司有调查员 这个警察也会做他 做出他生意的调查 那下面的话 就是我要做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 如果可能的话 就是尽量的多拍一些照片 现场的照片 那还得 另外一个建议呢 就是说你得注意一下周边 比如说在房门的街道的话 周边有没有 银行啊 商铺啊 那些银行和商铺 一般来说 有这个 自己的摄像头 他有 他拍的那个 比如说银行 他一般在ATM机上面 都有摄像头 那我们有个案子呢 明明就说是 是一个 就四个地方都有stop sign 明明是他已经停下来 然后呢 轮到他走的时候 他 呃 往前 往前走的时候 另外 呃 这个一个 呃 美国小伙子开车 冲过来把他撞了 但是因为他自己 以言能力 中国人因为 就是说我也经过的 我也经过自己 经过这个阶段 就以言能力 不行 然后警察来的时候 这个美国小伙子 就很快的说 啊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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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I have the right of the way 对吧 我有 呃 这个优先权 他没有 他撞到我了 对吧 或者是他 他闯了stop sign 然后最后呢 他拿了ticket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还好呢 就是说是 我们能够很快的 在周边有家银行 拿到了当时的摄像 明确的 就是说看 看到这个车的话 他是有right of way 他是有这个过这个 十字路口的优先权 所以的话就是说是 我呃 呃 那个 想讲的是 就是事故发生以后呢 你这个呃 尽可能的收集到 就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尽可能的收集到 呃 足够多的信息呢 对于这个案件 后一步的理赔呢 处理呢 呃 是非常关键的 主持人 好的 谢谢程律师 程律师 刚才呃 简单的 似乎看似简单的 把这个车祸现场的一些 呃 这个处理过程呢 讲了一下 但是实际上 他讲的这个 这一部分里面是呃 蕴含了很多的 这个法律上的 一些基本原理的 那我现在呃 要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程律师 呃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可能有这个语言方面的 就是外国人到 比如说中国人 刚刚呃 到美国来旅游 那么一不小心开车 出了车祸 那么他确实呢 是在语言上是比较吃亏的 那可能不会讲英文 没有办法向警察去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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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呃 呃 这个司机呃 华人司机不会讲英文 然后警察已经到了 您作为律师的话 就是在这里 您可以给这样的 一群人会提出 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呃 我觉得呢 就是说是 如果你对于呃 对这个事实无法做一个明确的表述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呃 就是找到一个呃 语言能力比较强的人 或者是找到相关的人员 然后呢呃 你把它作为这个案件 这个呃 这个事实呢 给他做一个陈述 如果是你的责任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得跟自己的保险公司 或者找相应的呃 当然了就说 我说找华人律师的吧 黄王婆卖瓜 呃 但是呢 就是说你要找专业的律师来帮助你来处理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是也经常遇到这个客户 因为语言能力不好 然后呢 就是说是呃 没有想想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但实际上呢 他讲不清楚 最后呢呃 因为他讲了一两个呃 一两句话 没没没讲清楚 然后呢 警察判定是他的责任 最后呃 不但就说是呃 就说是呃 理赔方面有了问题 其次呢 就说他可能警察还给他开罚 因为在美国的车祸发生之后呢 呃 警察如果在判定 比如说 一个人开车 打最最最容易的案子就是说什么呢 比如说呃 警察到了现场闻到 即使比如说呃 开车的两个人呃 其中一个人的责任更大一些 但是呢 如果另外一个人浑身都有酒气 喝了很多酒 闻到他身上很强的酒精味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时候 警察呃 可能会第一要要求他做 brasonizer 就是说做这个吹吹酒精 让他吹 或者呢 让他做这个酒精的 这个测试 当然呢 就是说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案子 在美国的话 至少在福吉利亚州 你如果拒绝做这个的话 警察可以把你呃 用靠子靠起来 然后把你拉到这个警察局 强制的抽血 这个呢 案子呢 在美国最高法院呃 打到过美国最高法院 那美国最高法院认定 这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拒绝跟警察合作的话 呃 这个警察是可以把你抓到警察局去抽你的血 来确认你的血的 你的呃 那个身体里边的那个血里边的酒精的浓度 这是完全合法的 同时呢 如果你拒绝提供你个人信息的话 这个可以 也可以作为被 也可以作为呃 拒捕你的理由 也就是说 你如果警察来 问你 你拒绝提供他的名字的话 呃 拒绝你提供你自己信信息的话 警察也可以呃 呃 所以警察也可以把你抓起来 呃 把你那个 带到这个警局 呃 直到你愿意提供这方面 或者从你身上拿到你的信息 所谓的话 就是说是 呃 如果是发生了一个情况 你啊 第一你要配合这个警察的调查 你可以把你的身份证件拿出来 但是如果你说不清楚的话 建议你要呃 呃 就说在说和不说之间的话 我建议你在那个情况 你可能暂时不说比较好 这样的话你找到相应的人员 然后呢 能够帮助你把这个事情呃 解释清楚 而且呢 就说很多时候呢 因为这个呃 英文叫contemporaneous speech 就是说你当时说这个contemporaneous speech的话 就是说你临时发了言的话 实际上呢 可以是作为平成的证据的 即使是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呃 传来证据 所以的话我给你的建议是 如果你不是对当时的情况 有个完全清楚的呃 认知的话 可能你不说比说还好 主持人 好的呃 谢谢程律师 那么您刚才讲的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呢 也提到了 有可能呢 警察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对于事故的这个描述的话 有可能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描述 那我想就说很多呃 当事人的话 马上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警察报告完全是对于这个事故的描述 是颠倒黑白 颠倒是非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警察报告 对于未来的这个理赔 甚至是诉讼的话 他到底有没有就是会被法庭采纳的 这个这种可能性 他的效力到底是在哪里呢 程律师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做律师的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警察的最终的呃 呃这个警察报告得出来 对于我们的客户非常的不利 大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么一点 就是说很少有这个案件呢 是事故发生的时候 警察本人在现场对吧 都是一般来说是 事故发生以后 然后打了911 然后警察来了 然后呢 警察根据他自己对于 这个通过询问当事人 询问相关的证人 然后呢 他自己的对这个车祸的一些 呃 留下的痕迹 比如说车胎的痕迹 以及这个车被转的情况呢 做出他一个判断 那这个判断呢 本身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本身他也也只是一个 不是一个直接证据 他还是一个坚决证据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对这个证据 呃 不太 呃 那个 呃 就是说是 呃 同意的话 那你完全有理由 完全有 完全有权利 去找找你自己的调查员 或者就是你当保险公司 一般会派 或者呢 你自己做一些证据的收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法律责任 车祸案件呢 实际上说复杂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车祸案件实际上就是两块 一块呢 就是法律责任的认定 对吧 第二块呢 就是这个损失damage 你最后 那个损失的 这个呃 那个理赔的金额 就实际上就这两个问题 那第一步呢 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 所以的话 对于这个责任的认定呢 是最关键的一步 没有责任的话呢 你就不用赔了 或者赔不到了 如果有了责任了的话 你才可以说 那有专家证人来说 你这个伤残啊 或者是呃 那个汽车的伤害是多少 对吧 那那个保险公司有评估 那就是说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是 如果警察的 呃 如果警察的报告是 完全呃 完全是呃 跟具体的事实有存在巨大差异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收集好 呃 整理好 你自己的证据 然后呢 根据你收理好的呃 收收 你收收集好的 拿到了自己的证据呢 呃 再去呃呃 通过诉讼啊 或者其他的渠道通过呃 提供给你的呃 这个保险公司呢 来做一个最终的这个法律责任的认定 好的 谢谢陈律师 陈律师不愧是非常有经验的诉讼律师啊 所以他提到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事故的处理的话 不仅是涉及到一个责任 有可能认定的一些主体方面的法律的问题 还有呢 是如果涉及到诉讼的话 那么在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上面的一些问题呢 陈律师刚才也提到了 呃 那我在这里面呢 也要就是加一句去提醒各位啊 如果这个车祸呢 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 那么有一些呢 对这个驾车可能过去经验不足的人 有可能呢 会选择车停下来了 然后呢 立刻呢 就开车门 然后走向车外 呃 在这里 务必要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全 极度高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如果是发生在高速上的话 一定要尽您的可能 呃 把这个车呢 去靠边停 然后一定要确保 在安全的情况下 您才可以离开您的车辆 好的